你一曲线 我马上融化 心跳脉搏 不停的想象 这种感觉 就像你和我 在个温暖的夏天 不小心对到双眼 漫天星星的夜晚里 一点一滴慢慢靠近 双手握紧 感受着情景 就是现在 我要你 可不可以说答应 每分每秒 都是你 请你牵手握紧 却将这个心 这脸好光业 我的世界终于又和谐 完美的一切 就是现在 我要你 也许这就是一种 迷种注定 怎么突然约我出来 之前不再担心你的办婚礼的事情 我跟你说 我找到一个便宜的婚宴会馆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然后呢 不是啦 就是我最近有去帮一个剧主救我 然后他们租一个婚宴会馆租了三天 我就想到你的事情 于是我就跟老板商讨说 可不可以再多加一天 他们给我一个很不错的折扣 这个就要看你需不需要了 当然需要了 谢谢 谢屁啦 喷巴 那你之前都这样帮我 帮你这也是应该了吧 不过 这个时间有点紧迫 因为我们过几天就要拍了 你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筹备好婚礼吗 在家我们两个一定没问题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要帮忙琥珀哥 怎么可以不找我们一起 偏心 幸好我有听到你讲电话 阿姨也真是的 修帮我怎么不讲啊 那我就不好意思开口 先生 如果是你泰哥不嫌弃的话 其中我那边还有一些 要淘汰的救婚家 我可以帮忙修改一下 我感觉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嫌弃啊 太好了 宴客当天我还可以免费帮忙说话 不认识你 他布置场地又交给我 帮你偷一些灯 帮你打空过光 我觉得最花钱的场地 跟这个难考婚 你知道我们全部问题都解决了 你这个婚是结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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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海风好像走了 宠船应该恢复了吧 你等一下把里面收拾收拾 太好了 幸好你们躲在这边 先生 我回小屋去看过 海风来把小屋里面吹得乱七八糟的 好了 那我们快走吧 海巡的船在码头等你们的 这边待会儿我再回来收拾 好 麻烦了 好可惜 没有看到海底古城 其实古城的位置本来就不好找 那台风刚过 海水现在变得很浑浊 你们应该是找不到了啦 那这样子 改天 等天气好 你们再来 我不要 我现在只想回家 我不要再来了 我们家还不能回家 我们还要先回民宿 好啊 我现在觉得透明浴室超棒的 他让我洗澡了 好了 那我们赶快走吧 回房间休息了 还算个零嘛 开工呢 我刚听说 杰丽师兄被罚去关戒律房 怎么可能 别的师兄就算了 杰丽师兄耶 师傅就是最宠爱的优等生 怎么可能被罚啊 听说啊 我只希望他在房间藏女人 屁股也 整个庙里只有我一个女人 这根本是针对我吧 杰丽师兄看起来不是那样子的人啊 师傅平常说同爱就是他了 一是让他很失望 才会被罚他去关戒律房 可是我觉得杰丽师兄是无辜的 一是那个女人的问题 把师兄害得那么惨 师兄 请问一下 韦晨师傅在哪里 在哪里啊 在观音店 对了 谢谢 我在门口等你们 喂 杰丽师傅 有关于杰丽师兄被关的事情 是真的 听说杰丽师兄被关的原因 是因为我吗 冤枉啊 事情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的 是因为台风天停电 我太害怕了 所以我就跑到杰丽师兄的房间去躲着的 是我的错啦 都是我的错啦 是我硬要留下来的 但我跟保证 我跟杰丽师兄之间 全是在像宝贝一样 反正我发誓啦 我跟杰丽师兄呢 绝对没有怎么样 而且杰丽师兄整晚都在抄经文 我整晚都在背剧本 是什么 我是没有读到整晚的 我不小心睡着 但真的只有我睡着 谢谢你的解释 杰丽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那请问可以把杰丽师兄放出来了吗 抱歉 没有办法 我没有说谎 你不相信我 可能情有可原 可是杰丽师兄不一样 可是杰丽师兄不一样 真足失足 我们有融事 有自己的规矩 杰丽犯的是事规 他很清楚 而且他是自愿受罚的 自愿受罚 原本我是罚他抄写经文 是他自己提出 要关戒律房的 为什么 他有他的理由 那戒律房在哪边 受罚就是受罚 真足失足 就不要去打扰了 那干嘛这个样子啦 搞得我好像坏了 我做错事了 都没有跟我说 不能就有这样的房间 累死我了 我不行了 我明天回城定什么时候啊 专回十二点 那可不可以 不要安排任何事 我想睡到自然醒 好臭喔 怎么说一天没洗澡 怎么那么臭 不行 我要赶快去洗澡 人真的很好耶 跟我待在一起这么久 人没有洗我臭耶 那房间就让给你 慢慢洗吧 等一下喔 你好臭 你比我还臭 你先洗 不要安心 你先洗 你先洗 不用 你先洗 我是女生 我从头洗到脚 我还要护发 还要敷脸 你先洗 到底该说你怪还是体贴啊 洗个澡那么复杂嘛 你先洗 我要去买东西吃 你要吃什么 随便 你不知道随便是最讨厌答案 第一名吗 我不知道这附近有卖什么 如果我说了你一个买不到的东西 那是不是更麻烦 好吧 那你不吃什么 我没有不吃的 好 随便 那我就随便买了 去洗吧 我忘记拿手机了 你脱衣服了吗 我要进来了 怎么不进来 干吗 吓人喔 怎样 期待啊 走进来了 你慢慢洗 我不会再回来 阿修 施主有事 那个 你知道戒律房在哪里啊 师傅有交代不能跟你说 特别交代不能跟我说 师兄 你偷偷告诉我 我是不会跟没有讲的 好 阿弥陀佛 师兄 想请问一下 你知道戒律房的方向在哪里啊 你跟我自己就好了 你不要再害我们了 我哪有害谁啊 我哪有害谁啊 事情又不是我想要变成这个样子的 干嘛讲的啊 都是我错 你 Locked O 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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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故我喝 你啥我喝 O 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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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那個你知道借綠房在 糯米桶嗎 好 師兄 我師兄 師兄 可以問一下 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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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想要找一個地方 這麼難啊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好 睡一睡 頭髮沒吹乾就睡 起來吃東西了 起來吃東西了 轉乾淨 把筋子放在裡面 好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材料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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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最后是看你剧组同事帮忙 所以好心有好抱这句话是对的 那这样你们以后都不会再嫌弃我的工作了吧 这代表你做人很成功不代表你事业很成功啊 我们大家还在等你当导演 好了 我会努力 要连彩珠的份一起努力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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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我不跟你踩除了办婚礼 真的假的 恭喜你耶 之前听北七说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 需要什么帮忙 尽管开口 但是什么都可以吗 姐夫 乱叫 好久没听你这样叫我了 多叫两声 红包就多厚一点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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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母后 你别忘记哦 妈有说家人不能帮忙 妈说家人不能帮忙 如果你承认我是家人的话 那我就不帮哦 你们真的很无聊啊 我要去忙啊 也只有你有办法 让大姐留出那小女人 那有什么办法 这就是爱 保护 对了 拍婚纱的部分 您请摄影是不是 婚宴都快把我搞疯了 回眨照照我真的小都不感谢 如果你不接意的话 要不我来拍 真的啊 好啊 来 你看一下哦 这是我的作品集 这是你拍的 看你跟彩竹是喜欢什么风格 你跟你讨论一下 很美 你是被律师当过摄影师吧 我这个光 婆婆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明天就回来了 好好好 平安就好 好好好 自己小心啊 好 拜拜 三五怎么做 她说她在五人岛上的时候 没有收训 五人岛 那不会有事吧 没事 没事 她很平安 明天就回来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回来了 回来了 去洗手吃饭吧 好 老婆 我回来了 姐姐累吗 不累 但我有好消息要宣布 轻 轻 轻 我有事情要宣布 我和彩竹的婚礼即将开始了 真的假的 那你钱从哪里来 一起拍戏的同事还有朋友 他们帮我一起想办法 就不用花很多的钱 虽然我预算没有很多 但应该可以办一个像样的婚礼 太好了 还真的给你把那个婚礼给办起来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之前是这样讲的 我之前是给你压力 给你押忍 好不好 我从头到尾都很看好你的 对不对 我儿子 老婆 这还差不多 小桌 你在发什么呆啊 是不是不敢相信 可以穿婚校当新娘子了 小妈 一定是全你都最美的新娘 真的吗 必须啊 因为阿妈和玛妮的我没看过 珍珠娃姨跟珊瑚娃姨 她们还没结婚 所以你暂时是第一的 暂时也没关系 你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土地公 为什么要告诉土地公啊 宰族的意思是 她要去土地公要拜拜 她要把结婚这个好消息 跟土地公说一下 结婚为什么要告诉土地公啊 不是应该要拜祖先吗 妈 你忘记了 采出她失忆了 最后忘记她的祖先是谁了 大家都说土地公是管区 是大家长嘛 所以拜土地公非常的正常 合理啊 合理 好像也是 对 就这样听起来 还蛮有道理的 对了 那个姐夫他 我就习惯叫姐夫 叫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飞扬到底有什么事 姐夫她说要帮我们拍婚纱 所以叫我们大家准备一下 拍婚纱倒是你们两个的事情 我们大家干嘛要准备一下 妈 我们王家增加新成员了 所以也要重新更新一下家族照嘛 现在不凡长大了 采竹哥加入 我们要重新拍一张全家福 对 说得一点都没错 真的飞扬也真是很贴心 妈 这我讲的 跟竹飞有什么关系 分那么清楚干吗呢 重要的是这个主意还真不错 这全家福拍完之后呢 猜猜子就真的成为我们家人了 你们想好了没有 你们婚礼要在哪里举办 现在年轻人不是很流行什么 在海边或者是草地 办什么婚礼派对 对 我还看过有些人在婚礼上跳舞的 超好看 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 应该来不及 海边可以玩水 我都爱蜜料 我觉得草地婚礼不错 好浪漫 不行 这个办婚礼一定要是传统的最好 迎亲 礼车数量 放鞭炮 跨火盆 采瓦片和凤茶 一样都不能少 这样才能够平安顺利 对 尤其采竹他没有家人 我们连女方的礼数都一并要包办 总之我们要先帮采竹 找到一个出嫁的地方 妈 该不会有什么 丢扇子 泼水之类的吧 那不然要跟你一样吗 当初我就是太放任你跟飞扬 让你们省掉很多的细节 才这么不平安 干吗扯到我 那本来就是 你们又不是基督徒 干吗一定要在教堂办婚礼呢 要得罪神明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讲正事好吗 是吗 翡翠 你连编炮都不让我放 还说什么要撒花瓣 那花瓣还要白色的 很不吉利 我觉得白色很好 白色很浪漫 很有感情 我觉得很美 美美的 很美美的 有感情有什么用 你搞得现在还不是离婚收场 这么难看 什么 我觉得白色非常高贵 非常纯洁 非常适合婚礼 这是最大的婚礼 不不不不一定要红色红色 红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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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大利 这要不比较 这要不比较大吉 那你去帮忙 你去帮忙 那你去帮忙 重新结婚 为什么新娘要有泼水 有一个说法是 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 那为什么要丢扇子 丢扇子的意思有好几种 有一种说法是 让新娘子把坏脾气留在娘家 另外一种说法是 扇子的扇跟解散的扇音相近 女儿出嫁把扇子丢掉 要跟娘家散了的意思 让新娘子不要有事 就请你回娘家 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女儿 这就是一些传统离俗 但大姐相反应该跟你一样 所以她才没有在婚礼的时候 去依照这些传统习俗 但如果你不想做的话 我们可以跳过不做这些 做 当然做 你该不会是因为 妈的关系才这么添花 才不是 反正我又没有家人 做不做就没差 就算妈给我 这么大的扇子 我都会用力丢 面前当你现在比我还要懂得 怎么在这个家生存 就说了 每些年的声音很强吧 没有娘家 你真的没有关系吗 婚姻上也不会有女方家人 你这个新娘怎么会有点 孤单 事实就是这样 我在房间没有家人 难道你想请我母娘娘下来吗 不敢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想叫她下来一趟 叫我们可以看吗 会有什么反应 不要 不要这样玩弄妈了 好 你放心 我不会孤单的 现在没有你们这些家人了 但我们还是得找一个地方当年的娘家 这样才能赢许 通常会在附近找一个饭店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笔预算 半年一样还是可以从王家出嫁 然后坐着离车在附近绕几圈 好 我不太知道 没意见 你决定就好 你又福德 福德 他在干吗 他可以当女方代表 我代表 他是谁 什么身份 他是我爸还是我哥 不行 我在生意中 不可以忽然出现亲人的 他 他可以不要是亲人 他可以是一个 在你失忆之后 很照顾你的邻居哥哥 对待你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这样子 他就可以当 新娘的家人 这样行得通吗 他会不会拒绝也不知道 可以啊 我明天就去拜访他 跟他讲这件事情 他一定会答应的 好 对啊 真的要办婚礼了 美女 而且我们一毛钱都没有给胡博 胡博一点都没有让我们担心 你看我儿子 多有肩膀 多有责任感啊 以前好像不是这样讲的 婚礼当然是要走传统的啊 而且仪式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一定会挑一个很好的时辰 对了 你不是说菜市场有一个 很会做大饼的姨婆吗 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联络一下 还说什么忙都不办 现在什么事都要插米卡 谢谢啦 你跟英雄啊 一定要留时间 来参加我们伙伴的婚礼 好不好 喜天印好了我就帮你送过去 婚宴所有的鱼 你要站住喔 那怎么好意思 那怎么好意思 最后还是收下来 好了 谢谢啦 好 拜拜 我跟美女讲电话 你在那边吵什么吵啊 我 我就自言自语外加点旁白 这样也不行 好 既然你这么有空 来 过去过去 帮我看一下这个婚礼的名单 想来想去 就那几个比较熟的亲戚而已嘛 可这样人好少喔 你看那个高雄的旧公 跟嘉一的姨婆 自从爸过世以后就闹翻了 我们现在又不能把他们摆一桌 还有你那个表哥啊 不是刚才娶媳伴吗 那这样子 不行 不行 不能给他们洗帖 这样会洗冲洗 你本来不是很反对的嘛 为什么现在比谁都还要积极啊 好歹是我们王家独子办婚礼 我们当把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请过来热闹一下啊 我这么为王家着想 你还这种态度 对不起 法师姐 老婆 谢谢你 谢谢 好 pow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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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驮 好 我们 这个平面图 一点药都没有 看地图好 油荣室 这个油荣室这么大 千里放到在哪 这 你是谁啊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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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在这边做什么 我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干嘛 我听说 你是因为我那天赖在你房间不走 小客被关到戒律房的啊 所以呢 你还是没有说你来这边要做什么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但你其实也可以跟我讲一下 就是寺庙这样子的规定啊 但如果你跟我讲的话 那说不定就 就你知道 你就会走 我不会 那我说了有用吗 我话不是这样讲的啊 你这有讲有机会嘛 不然你就是搞得我很内疚啊 其实你不需要内疚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连维城师傅都说 你是自愿被关进戒律房的 你怎么了 你还好吗 因为我经书没有抄完 那天晚上 不管你没有来我房间 我都不应该被受影响 我的功课是抄写经书 照理来说我应该要按时完成 但我整晚心绪不定 显然是我定力不足 所以我自行关戒律房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选择自己关进戒律房 是因为你被我动摇了 你不要乱解释 我说了不关你的事 是我的问题 我哪有乱解释啊 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说了 是我定力不够 不关你的事 这就是关我的事啊 你定力不够 还不就是被我影响的 够了够了 不 Entrepreneur 跟你讲那么多 我爱你 我时间 时祖快离开了 我还有今晚要抄 这人应该很奇怪 你确定掉在这儿? 你确定 你掉下来干吗? 我记得白天是在这里打散 你真是的 我忘记把扫把带走 快把扫把放回去 不然师兄发生听到骂人 这种明显的地方,你还会忘记 你还会赶到? 快把扫把放回去 不然师兄发生听到骂人 这种明显的地方,你还会忘记 你还会赶到? 你还会赶到? 你跳下来干吗? 你刚才直接走 他们也不会为难你啊 本来没有事情 如果他们现在看到你要怎么办? 你笑什么笑? 有什么好笑的? 奇妙 怎么办? 手好像有点麻了 可是翻过去后会跟他对到眼啊 尴尬啊 我早晨 薛玉露 你到底是闹什么? 睡个觉怎么可以这么浪费 你睡了吗? 唐三丈就是爱上白骨鸡就这么简单了 唐三丈是出家人 因为他心中有佛 我 难道心中有佛就不懂爱了吗? 一个人如果不懂爱的话 他人生都没有寓意啊 之后如果你们有遇到什么事 都包在我身上 你们就放心地去结婚吧 福都不会没事这样讲 琥珀的音得值很高 那天庭一定会有他的位置 我刚五步就有机会再天井重逢 我不在意你曾经用过谁 也不在意你夜观的红颜 只要你能给我 一秒多珍贵 只是和那一天一样的晴天 你却笑得一天共同像晴天 怎么能有人笑得那么天真无邪 却会让人流泪 还是和那一天一样的红颜 只是你已经留在我身边 说了再见 但是 现在也不见 我不在意你曾经用过谁 也不在意你从小的离别 这个瞬间 那么珍贵求求你 不要太迂回 我不在意你曾经用过谁 也不在意你夜观的红颜 只要你能给我 一秒多珍贵 只要你能给我 一秒多珍贵 你能够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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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带你